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空国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上的案例啊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是典型的木形手啊 这个手指啊 缝隙比较大 而且呢 掌面呢偏硬朗啊 是筋骨之人 那么筋骨质的木人呢 是强木人啊 强木人呢 这个多似善谋 但是呢 决断率不会稍弱 不会偏弱啊 我们说弱木人就有 主事多有一些犹豫不决啊 那么从金星秋的状态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金星秋开阔饱满的人呢 一般是配合这个木形长的话是强木人 我们从这个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呢 四指漏缝啊 四指漏缝隙 南棺材 手材啊 那么对于木人来说 也是一种典型的特质啊 木人呢 是这个手材能力稍弱一些 同时我们注意到 实质的位置还算是偏高啊 这个实质位置偏高 木星秋的位置偏高的话 一般是代表啊 做事还是有自信的 这个自信心十足 我们从这个掌秋纹路来看一下 掌秋刚才讲到了这个金星秋 还是开阔饱满的 但是呢 还是见一些凹印啊 见一些凹印 这个代表呢 在身体素质方面 还是有一些偏弱一些啊 那么对于这个木人来讲 也是一种这个通常的特质嘛 这个体质偏弱 多思偏敏感啊 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开阔 比较广的啊 体质一般 但是呢 为人却是慷慨大方啊 不计较啊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素质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掌面来讲啊 这个月秋附近啊 尤其的高楼饱满啊 这也是符合木人的特质啊 想象力比较丰富 比较注重精神世界啊 我们从脑线的弯曲啊 有这个弧度可以看得出 这一点啊 这个平时呢 有时常会有一些爱幻想啊 甚至有一些不屑实际的幻想啊 这也代表 同时呢 代表这个想象力丰富 做事创意十足啊 这个在艺术领域啊 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 那么同时呢 第二火星秋也是饱满的 这人那一般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比较强啊 只是我们注意到 在低火星秋来讲啊 有一些凹陷的 低火星秋 如果是出现这种褶皱凹陷的话 在一些面对一些 这个大的选择和抉择的时候 会选择比较保守谨慎啊 有一些这个偏保守谨慎啊 做事呢 有一些畏首畏尾啊 放不开手脚 我们从这个纹路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的 纹路呢 还是这个生命线和脑线的啊 这个粘贴比较长 粘贴长 而且呢 这个粘贴处呢 见锁链纹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早年的出生家庭环境 倒是一般啊 而且呢 处事偏保守谨慎 传统啊 有些放不开手脚 但是做事计划性比较强啊 计划性强 也是符合牧人的特质 多思善谋啊 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啊 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从左右手对比来看呢 左手是偏断长 偏断 断长呢 是我们知道是脑线和感情线 合二为一啊 理性 这个脑线是代表理性啊 感情线是代表感性啊 是理性感性混杂在一起 所以说传递出来的能量很强啊 这也是断长人 为什么说 俗话说断长打死人呢 原因就是在这里啊 同时我没注到这个断长人呢 一个是这个从左手来看是如此 左手是先天啊 右手是后天啊 所以说这个先天来讲是 这个 到了这个先天来讲 还是比较强势啊 比较强势 因为断长人呢 我们说他决断力强啊 个性稍显强势啊 而且呢 呃 传递出来的能量非常的强啊 比较偏强势 利于事业 但是呢 对于因缘感情方面是 有一些波折起伏啊 这是先天的偏强势 到后天的话啊 随着这个人生经验的积累啊 啊 犯过的错误啊 或者是碰到的一些挫折之后呢 啊 变得不那么强势 变得理性稳重了一些啊 不会那么 这是左右手 这个先天后天的对比 那么我们注意到 这个刚才讲到了 断长是利于事业 但是不利于因缘感情啊 在感情方面 我们注意到 首先一个断长啊 我们这一半段呢 是当做是感情线的 这一半段是 基本上当做是 这个脑线啊 因为这是两大主线的始发地啊 就是从这边开始啊 那感情线是从这边开始啊 所以说这一半呢 基本上看作感情线 感情线呢 可以看到这个导文 啊 导文比较多 脑线也出现导文啊 所以说这种就是 容易在感情当中出问题啊 这个感情线呢 出现导文的话啊 在感情当中能量减弱 容易被这个烂桃花侵扰 我们从这个 整个 这个手 这个手上当中的断长呢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啊 就是他不利于因缘嘛 不利于感情 感情当中是好事多么啊 烂桃花干扰偏多啊 而且呢我们注意到 从流年来看啊 这个生命线呢 流年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到这个位置 25岁左右啊 25到27岁左右 出现一条亲密关系线的 生命线那次出现了一条 亲密关系线啊 这也是因缘的到来 桃花的到来 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 这个生命线初期啊 有一些这个锁链文啊 锁链文再加上这个 有一些上升线希望文啊 所以说这一个是典型的 出人家庭环境一般啊 但是人很聪明 学业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啊 这是体质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小体质也不佳啊 导文锁链比较多 到了这个 从流年来看20岁左右 成年之后呢 生命线慢慢的出现 上升线而且呢 生命线整体也慢慢加深 这也可以看到 左右手对比来看 都是如此啊 都是在这个生命线强运 还是在这个中年这一段 这个上升线也是代表呢 成年之后体质变强 增强啊 运势也会提升 那么同时这个阶段呢 也代表呢 在职场上是遇到不错的一个 贵人啊 能够很快的适应职场 很快的适应职场 并且呢 在这个紧接着生命线 是越来越深刻啊 强运在中年 基本上是在这个 二属到四属啊 到甚至到五十岁左右 这个阶段啊 这个阶段是 生命线尤其的深刻啊 所以中年一定要把握 在事业上的机会 在事业财运方面的机会啊 才能够在 人生当中啊 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那就是中年要把握机会 中年我们看到 在这个流年啊 这个基本上是到了啊 这个四十二到四十 四十到四十二岁左右 有一条上升线呢 这条上升线是 在中年经过 自己的努力拼搏下呢 迎来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 到了一个收获的年纪啊 基本上这个时期呢 感情也稳定了 事业也有突破啊 这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 这是这个时期的上升线啊 虽然这个上升线比较浅淡的 但是还是有的啊 还是有的 这是这个生命线的流年啊 我们再注意到看到 这个右手来看啊 右手相对左手的长色来看 要有一些变化啊 这个有一些发暗发子啊 发暗发子 同时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 清筋还是比较明显 生命线内侧啊 清筋比较明显 这个特别是要需要 需要多注意这个肠胃方面的保养啊 注意这个劳益结合啊 不要这个过分的啊 过分的这个将过多的精力啊 投入到这个赚钱上面啊 我们再看这个右手的一个状态 到了这个尾端啊 我们把中年看了 我们看这个尾端 慢慢的生命线 再简单啊 再简单 再慢慢的变弱啊 这也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现象啊 不用过多担心啊 这也代表晚年能享清闲啊 晚年能享清闲 晚年呢 如果是说这个生命线尾端分叉比较多啊 分叉比较多 杂门比较多 那么就代表晚年容易操劳忙碌 特别是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啊 这样这个就不用担心啊 这个晚年呢 甚至能享清闲啊 左右手都是如此啊 这是整个 我们再看财运方面的 财运线的这个左右手呢 都有一些些断断续续啊 这个没有成型啊 只是浅浅淡淡的一条 没有成型啊 这个是财运是时好时坏啊 需要补充财库才能够稳住 催旺来催旺财运啊 那么这是一个补充财库 那么整体的一个手相就分析到这里 如果是个空谷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咨询